哈囉 大家好啊 歡迎收看我的實況頻道 我是實況主 嘿啦 我並沒有在做早晨操 現在的我呢 是一個塔房遊戲裡面的防禦塔 算是裡面最爛的那種N卡級別啦 前面的培根都比我強喔 他已經叫我去更新我自己塔房的裝備了 好啦 總之我們在這個遊戲裡面呢 就是要當一座秤值的防禦塔 然後讓自己的能力變得越來越強喔 好 我花50塊錢 抽到了什麼勒? 喔 那個他說要開啟背包裝備一把劍 我裝石頭劍欸 他是稀有品質的然後傷害有石 喔 所以我現在是一個武器的防禦塔囉 這把石頭劍也太厲害了吧 那種小怪都沒辦法撐過兩刀欸 現在連這個boss老闆 打5下就掛掉了 哈哈哈 不需要培根來幫我了啦 我只要自己一個黑熱塔房呢 就可以打關這個區域1號 什麼都不需要啦 然後咧 有沒有剩下的怪我可以讓我輕的 哈哈哈 你們都太菜了啦 我到底沒有生這些攻擊傷害欸 這些是可以花錢然後來提升自己的攻擊速度啊 暴擊率之類的 增益buff的喔 好 全部花光光 這樣子我的傷害就可以加14囉有沒有 瓜牛一樣 砍一下變成44滴血 欸 你到下一個區了嗎 還是你要跟我一起來當這個塔房的玩家 要不要啊 它看起來應該是剛進來遊戲吧 對不對 他拿錢頭打一下才5滴血 這塔房實在太菜了啦 我要去挑戰這個遊戲裡面的boss了 來 領取經驗值 這裡我需要 蛤 什麼叫做我輸啦 我才剛進來就輸了喔 我要進來 喔 它這樣子在上面才會重置啊 把這邊旁邊的蝸牛播出清完之後 我應該就可以 打掉這隻哥雷姆林吧 它需要有2000滴血耶 好 反正這邊也可以順便賺錢嘛 這比第一關的那個地方都一樣啊 可以加經驗值又可以加金幣 那還算不錯 那我希望其他玩家來幫我 幫我這樣子砍超級慢的 減67%的新手組合包 僅限99RB 還有6000塊錢 我說不了了 現在只要 因為我現在身上有RB嘛 才99RB 這話我就想買啊 耶 拿到新手組合包囉 那 那現在應該怎麼辦 我現在要來換一下武器嗎 物件 領悟 呃 還是要打開背包 打開背包才可以裝這個仙人掌科技啊 70滴血 哇 砍下121滴血 哈哈哈哈 哇 我現在變成那個傳奇的塔房了喔 傳奇品質的塔房 拿大棒槌直接把它敲掉 怎麼樣啊 你的下一波要來了嗎 我要等它時間到才可以結束 喔 沒有沒有 我到第三階段了 哈哈哈哈 最後也可以打敗這個哥雷姆林BOSS啦 其實你就是一個四隻手的哥布林嘛 啪啪 啪啪啪啪 吃我的超大仙人掌 呀哈 打贏了有150塊金幣耶 他這樣會原地重生啊 這也太可怕了吧 好啦 趕快走吧趕快走吧 我們這一關已經挑戰完成了 然後他們還在當這個普通塔房 但他們的武器都升級了耶 全都變成石頭劍了 還算不錯喔 在我進下一關之前我來陪你們打一下 讓你知道我這個塔房有多厲害 哈哈哈哈 還是專門來搶他們經驗的啊 啊 卡一刀他就沒啦 好啦好啦 我還是不要跟你們搶好啦 這個不是我該來的地方喔 我要到下一關了 嗨 這邊的玩家 我現在也是跟我一樣拿仙人掌劍耶 哇 我看一下你的那個打一下可以多少滴血喔 咦 他是砍一刀500多嗎 唉唷 這個人應該是升一刀很高級喔 他怎麼有辦法打一下500滴血啊 我打一下才那個123滴耶 我再變成第二關就變成菜鳥了 這實在太莫名其妙了 好 拿起這個蝸牛老闆 擊敗一個舌頭 哈 一百隻蝸牛居然有任務喔 我們之後回去刷一下這500塊金幣吧 剩下的我們就把經驗值淋引 欸不要跟我搶怪物啦 我現在需要一點經驗值 好的 農一下等一下就回來吧 哈哈 我回來啦 沒想到已經過了將近24個小時了 對 我在這邊打架已經打了將近24個小時了 他不只刷一個晚上喔 我還把自己的等級提升到142等了 我已經在這裡面從基礎練到最強了 可以直接去打這個沙漠關的BOSS了吧 142等是什麼概念呢 我看他這個會不會輕鬆的被我打敗 居然還有庇物所喔 這是哪裡幹嘛用的 喔 他要防止那個怪物跑進庇物所啦 就變成一個正當的那個 正正當當的塔房遊戲了 你看我這裡還可以花那個 18400塊然後升級350的傷害啊 欸 啊怪物咧 你怎麼沒有出來欸 還是他因為在門口就被我斬殺掉了 所以他沒辦法啊 現場給你們看 啊這個乳蟲也太弱了吧 他一刀兩刀就可以解決掉的東西呢 啊叉叉叉叉 啊砍一下922滴血喔 我上次昨天是砍多少啊 100多嗎 現在可以砍900多滴血 那我再給他升級一下啦 乘以20倍 然後再乘以這個傷害的 啊 他這個就乘以20倍的 暴擊率居然沒辦法提升喔 好啦 那我們就分幾次 然後給他提一下 30%的暴擊率 來啊你出來啊 我出現了一隻很強的蛇喔 叉叉叉叉叉叉叉 把你切八段 看起來這個蛇也沒有多強嗎 砍一下已經變成970滴血了 剩下的 我把他拿來升級 攻擊傷害好了 變成430的攻擊 叉叉叉叉叉 暴擊可以打2760欸 這也太好笑了吧 你們這群小菜雞 哎唷 Boss要出場喔 來啊來啊 現在是我的跟你的單挑局啊 戳他屁股 我一定要換一把武器了 這個武器我已經打了一個晚上 應該都爛掉了吧 蛤 他還會讓我暈眩喔 喔好可怕喔 這木乃伊也被我打死了耶 嘿嘿嘿 你贏了 好啦 這個沙漠關懷正式被我們挑戰成功了 這長得好像2020 他腿有點細 應該不是他 那麼 下一關是 左邊還是右邊 喔應該是右邊啦 我實在走錯路了 他們都是中世紀的石頭地磚啦 很容易認錯 欸 居然有火龍欸 還有這是什麼 小兵騎士 看來他的血量是很高的喔 有47000 有47000多滴的血量欸 我這個暴擊也沒辦法秒殺掉他啊 好啦 那看來是這個武器不夠力了 快點 打死掉一隻之後應該可以賺不少錢喔 呃 蛤 一個小怪要打這麼久喔 呵呵呵 唉唷啊 打死了打死了啦 賺了324塊錢 那麼小騎士他的血比較薄啦 這就比較好打了喔 還有人正在挑戰Boss欸 是嗎 你在挑戰Boss喔 來我要幫你一起打 畢竟塔房遊戲的話可以兩個一起玩嘛 喔 他被人家擊敗了喔 呵呵呵 哇 我撐到別人家的Boss了耶 這樣子算不算成功啊 我真的還蠻好笑的 欸 他這還有光輝水晶可以打 快點 多打一點 多打一點 嗯 賺到了3顆光輝水晶 他是成就表需要的東東嗎 嗯 擊敗一個寶寶龍 然後擊敗一個魔匠 真的欸 有領取到這個紫色的光輝水晶欸 那這水晶可以幹嘛 讓我的武器升級嗎 啊 看來又有多新的東西要刷了啦 但我完全沒有東西可以升級 因為這個仙人掌不能夠這樣子使用 蛤 還可以買這個魔像寵物 1K靈氣才可以購買喔 1K靈氣我才 我才剛解鎖這個水晶石 你就要花我1000的那個水晶喔 我還是來抽寶箱比較實在啦 抽到了25%的流星錘 這個比我的 那個原本東西好用嗎 呃 不是看這裡 我的背包打開來 然後拿取武器 這裡的傷害是50 並沒有說仙人掌更強欸 那我再抽多抽幾個吧 呵 他抽一次就要1000塊錢好貴喔 哇 抽到一個小木棍啊 超爛 我要把我所有錢都花光光 我看我可以盡量抽到這4%的錘子啦 但是1%的我也不太可能會抽得到 欸 欸 我的運氣真的有這麼爛嗎 呵呵 全都是木棍啊 呵呵 還有兩個流星錘啦 但是流星錘對我來說也沒有什麼用啊 是吧 看來我的運氣真的不怎麼樣 那這裡是 新的地點 好像也是要打BOSS的喔 在縱視鏡圖要打BOSS就是這個投石車啦 刷這麼久終於搞到這一把錘子啦 他比仙人掌的傷害多了15 呃 呵呵 這樣真的值得嗎 光環武器升級 但這台看起來是真的蠻帥的啦 100可以加20%的傷害 那我再給他多到 加到那個40%就好啦 因為留1000我要去抽這個寵物魔像 呵呵 他變綠色巨槌了欸 哇 好像很厲害喔 欸 他這裡不是可以購買魔像寵物嗎 喔 他已經直接放在我的背包裡面了 他不會提示說有什麼雞蛋跑出來啦 或者是一些特效動畫完全沒有 欸 都那個小石頭在我後面欸 這是我的寵物岩石 呵呵呵 欸好像蠻可愛的欸 嗨 你也在這邊殺怪啊 當這個塔房的角色啊 敲敲敲敲敲敲 哇 我這個是有附魔的綠色錘子喔 但如果我們這邊如果再花個錢啊 花個99RB啊 是可以直接買到中世紀神劍的喔 但我不曉得再花錢了啦 因為我在這遊戲裡面農了一天一夜 對不對 24個小時以上 我居然還是沒辦法突破第四關 我跟你講喔 我想要去打這個 這個關卡 我想要去打這個地方 就是剛剛看到的投資機 結果他跟上次的 通關方式不太一樣喔 他需要在一分鐘之內把他秒殺掉 然後還要躲避這些石頭的攻擊 來囉 我現在挑戰是給大家看 他 60秒之內要把他的 30萬血量消耗掉欸 我這個附魔的綠色錘子也敲不掉啊 好像在吹我這個石頭的小魔像喔 哎呀 打一下才1400多滴血 他還故意給他增加他的防禦欸 一定要很多人一起打才可以喔 那我自己一個人親應該是沒辦法打贏吧 好像只能夠打到多少 還被石頭敲到了 算了我不跟你玩了啦 這個超懶的boss 弄了一天一夜還打不贏那就算了啊 根本就是沒有要讓我通關了嘛 啊估計是要玩那個遊戲 玩了非常非常久才可以解鎖到下一個 史前時代了 好想要過去喔 我想要打算對面那個史前時代的恐龍啊 好啦好啦 這遊戲應該就差不多是這樣子啊 一直不斷農 然後變成那個塔房類型的遊戲 兩種新風化 請訂閱小鈴鐺 喜歡 喜歡 訂閱小鈴鐺 這次的robot遊戲再見囉 掰掰